今天我代表我香港科技大学的同事 表示我们非常荣幸 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基金会一起举办 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大讲坛 刚才董先生跟特首都已经把 这个暖化跟碳中和的重要性 我想讲得非常清楚了 我也不必再重复 我利用这个机会呢 跟各位报告一下 香港科技大学 以一个高等研究教育的机构 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自我使命 还有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简单的稍微跟各位提一下 我想有两三个方向 我们可以这个特别强调 第一个呢 大学当然是很多地方是传授学问 阐述研究的发现著作 可是在这个全球性的碳中和的挑战之下呢 我想大学不能够只局限于这一个 从理论和教育的观点来做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带头实践的一个自我要求 所以我们最近这三年来 科大用我们自己的经费 提供了三十几个 我们在校园里面自己开发研究 然后自己实践的一些 跟环境跟可持续性发展 有直接关系的一些项目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不只是要做而言 更要起而行 那行呢 第一个先在我们科大的校园里面行 要是实践了以后 发现是失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自我了解 自我要求 自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我们可以这个改进 要是成功了 我们希望能够更发达 更发扬 能够把它做一个 scale up 的一些机会 推广到香港 推广到我们这个区 甚至是国际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希望以一个科学 为基础的前提 来把碳中和这个事情 能够有一些 更基本全面性的 一些澄清跟贡献 碳中和这个定义 其实从我个人来看 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概念 不是只是 我们今天在这里 少用一些电 就可能是一定比较好 那看这个电从哪来的 然后我们要是用电动车 那电动车的电瓶是生产的 可能不是香港 可是是其他地方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全方位 从起始 从cradle到gravy yard 就是从起始到它最后的处理 整个life cycle上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全方位的澄清 这样子呢 我想才是一个真正负责任 真正能够对区域之间互动的关系 是有一个更负责的做法 这是第二点 我希望能够特别强调的 科大呢 以一个科技大学的观点 我们希望在这方面 不只是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方位 而是希望能够在框架上 在理念上能够有一些更全面 更深入的贡献 因为这也跟政策的发展有关系 第三个呢 我想我们都知道 从新冠疫情 我们得到更多的体验 全世界的发展是非常不一致的 探达峰是大家都修能达到的目标 可是要求全世界 不管是发展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都同样的实诚地达到探达峰 是一个不实际 可能也不是最合理的一个做法 那怎么样能够在一个区域之间 彼此互相支持 互相了解 互相配合的前提之下 知道每一个国家地区的能量发展的程度不同 那目标是全世界要能够减碳 那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同一个速度来减碳 那每一个国家目前所享用的能源的程度也不一样 那怎么样能够在一个这么复杂的情况之下 让国与国有之间地区跟地区之间能够真正坦诚的合作 而不是把它沦为一个政治化的情况 这个我想在全球暖化这么严肃的前提之下 是我们大家绝对是共同的责任 所以我特别用这个机会表示 我们希望科技大学也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做一些比较更全面性的 有一些动态模拟的一些探讨 能够在这个聚光全世界的互动合作的国际限制之下 能够需要做出一点我们的一些贡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